因為禮拜大火 作成花蓮鐵路跟車路交通 當時 國庭部長但世界十分跟三個處長在 在代替既行財海應北會議 正對這次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目前 部份的車路是已經修理好了 另外十分已經先放上來 代替中庭到 何人街的路段 今天再起六點 已經通車 在禮拜過頭後一場大火 讓花蓮對外 替光路交通都不通 要晚 正在遊客 到花蓮基金買單跟班機 民航郊協調航空公司 在禮拜晚 到白月早上 開台北花蓮來回一班 也有台中花蓮亞來回一班給班機 看明天公路有沒有通 還是火車有通 什麼時候通 因為要趕回去 現在就是排隊等候補的機票 可是候補都完了 怎麼辦 對啊 希望政府能夠再多加開 光路交通的機票在禮拜到三點多前 在這段期間有九十多台車 調到的回到到總得幾天 現在已經通通北平 一百六十六點九戶 全北的車流已經都疏散 俗話光路台高山一百六十四點五戶 總頂路段 也在晚上七點三十分通 一日開放到九點半日後 進行暗時有更新方畢 第一 總得到後人落單 在今天早起六點已經秋通 會讓當天散 等散相向通行 今天暗時環點進行 下當中北的新租用好的車 會全面開放騎票 高通部長 但世界和三位促進 在台鐵公司股行災害應變回憶 聽出相關單位報告 請求和思考的進行 但世界說 因為鐵公路中端 影響民眾交通的安排 為自度限 要讓修林鄉公司也宣佈 今天修林鄉郝平村 停機上班上課 今天的地方是正常上班 正常上課 即將中華部讀